坤宇 怎麼觀察李述李懿的談話 很好笑 非常好的娛樂節目 你要看到李懿不但認證賴清德會當選 他直接叫他賴哥 他說賴哥要當選了 神采奕奕高票當選了 這是反話 但是他的邏輯是說 你賴清德當選 你台獨 所以就加快我的五桶腳步 他是這樣子 但是他這個話的背後 是他幾乎確定 依到他的觀察 他們兩個人都是到台灣來觀選過的 依照他們的觀察跟訊息管道 他認為賴清德大概當選定了 那兩個沒指望 所以他就恭喜賴清德當選 第一個他認證 還是他在帶風向 他在帶另外一個相反的風向 先消毒 消毒說對台工作這一次可能選舉失敗 但是本來就預測到這樣 他們兩個網紅應該沒有那麼深謀遠慮 然後所以他們就是賺流量 他說因為他們都一直是武統派的 他說他們的邏輯就是說民進黨當選 尤其是像賴清德這種務實台獨工作者當選 我們就可以武統了 好我們又有理由了 那這樣子加速前進 這是他們的邏輯 然後第二個 認證的是什麼 他這個中間有一段 他們在這個直播裡面有一段 他說 他一開始其實是一直在罵趙少康了 他說我今天要特別來罵趙少康 我告訴你 柯文哲是個壞蛋 趙少康就是個小丑 然後這個 我們中國這邊對趙少康多好多好 他之前也在那邊喊統一 喊得多大聲 結果現在為了他自己要選舉 然後就風向就倒了 就突然怎麼侯友誼 他也喊不要統一了 趙少康也喊不要統一了 什麼東西都反過來 這證明什麼事情 這證明台灣大多數人都不要統一 那怎麼辦 那都不要給他們這些人錢了 不要餵養他們 不要會台了 那以後我們自己要在台灣 你看所有的候選人裡面 不是喊台獨的 就是獨台的 不統一就是獨台 他說沒有一個喊統一的 沒有一個喊統一的 那以後我們就要推一個 喊統一的 給他人給他錢 那要求所有來這邊的台商 你給我公開表態 不公開表態你就給我滾回去 然後不讓你在這做生意 然後那個誰 那個藝人 藝人也是一樣 要表態才能演 不演 然後不表態不准演 然後這樣子我就不相信了 然後第三步 他還講到了一個什麼事情 那李素 然後又講到了說 我們就用香港國安法那一套 那我們之前的國台辦的對台工作 就扭扭捏捏 怕通怕西 你看香港的國安法 在那個之前 那個台灣現在的情形 就跟香港那個情形一樣 然後大多數人民都是 我要遠離中國 要幹嘛幹嘛 國安法下去 那只准這個 只准這個誰選 只准這個統一 這個親中國的人選 建制派來選 其他你看民主派 全部都掛光了 那他特首現在選得多乾淨啊 這兩個人的邏輯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們在 所以他們今天講這個話 全部都是反話 但是這種反話呢 那其實也蠻有娛樂效果的 大家你就可以看 從這中間看到幾個事情 第一個 我們一直在講 就是國民黨不要有幻想 你國民黨講的都是廢話 他一直講說 只要國民黨當選 然後我跟對岸就可以好好談 對岸沒有要跟你好好談 而且中國的統派 直接只認統一 他不認中華民國的 這個鬼東西 什麼一國兩制 台灣方案 什麼不是一國兩制 什麼九二共識 他沒有共識 他們現在共識就是 只准講統一 不講統一 一切免談 其餘免談 就是這樣子 那他的邏輯非常的清楚 然後他去 希望國民黨過來談 或是希望國民黨 統派當選的原因是什麼 他叫做北平模式跟天津模式 什麼叫做天津模式呢 就是大軍 國民黨那時候在天津防守的時候 十三萬大軍防守在那邊 反守非常嚴密 然後結果解放軍 就衝進去 然後三天解決天津 整個瓦解掉 大量炮火什麼東西 全部把整個的 大膽把天津切割 速戰速決 天津模式 變成所謂的北平模式的 這個處理的基礎 為什麼是北平模式的處理基礎呢 因為北 其實平均戰區的 這個統領叫做副作義 副作義的女兒女婿 都是共產黨 早就給他做工作 然後中間情報做了很多了 然後所有我軍的 那調動計劃 那全部都 那那個還沒下到基層 就已經到了共產黨手上 所以所有東西情報都過去了以後 然後他又 他又最後又派他女兒去跟副作義遊說 我們要保 你看那個天津十三萬人那麼強 守住那邊 死守那邊 全部都三天就被殲滅 北京這文化古都 我們怎麼忍心毀滅北京啊 然後遊說 然後再又被嚇到 然後他自己主力部隊又在虧遠被殲滅 然後呢 這個副作義就很快投降 所以他還是要不戰而屈人之兵 但是武力呢 是中間的威脅 他可能 比如說我去打某一個點 你決定要死守的點 你越說那個地方要死守 他就越要越快的把它拿下來 震撼你 震撼你以後 然後你的主要區域你就投降 他講的是這個邏輯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 他們的言論呢 就聽聽就好 但是大家要認清一件事情 你國民黨在他們的眼裡面 只是來討犯的 那只是來討犯的 你是爛泥伏不上牆 他們是看不起你 這些國民黨的人 然後呢 第二個 你的 這個所謂的獨台 獨台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2008年馬英九當選 馬英九當選的時候 開始不同不獨不武 大陸這些學者或這些人 就開始定義 馬英九叫做獨台 他不是台獨 他叫中華民國派 你不要以為 中華民國派有什麼用 所以說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派是獨台 是獨台 那賴清德 蔡英文是台獨 台獨 那這個會台政策 會了蔡英文八年 現在又要會賴哥八年啊 他趕快趕盡殺絕 不要再會了 會台政策要檢討 所以 所以這個 所謂的中華民國派 或者是 什麼中華民國憲法 是護國神山 為什麼 這句話是個 沒有用的話呢 那因為 對岸也 你只是 我 講說我支持中華民國 我保衛中華民國 說對不起中華民國已經消滅了 中華民國是 在對岸眼裡面 中華民國現在是殭屍 只是最後一口氣沒有咽下去 那他沒有要承認你中華民國 所以中華民國永遠不可能成為護國神山 好 你 你要認清這個現實 然後 馬英九這種 不但叫做獨台 還叫做B型台獨 一開始 後來簡稱叫做獨台 那他這個說法就是把全台灣九層的人 包括維持現狀的人 全部都化為了要清算打擊跟消滅的對象 那這在中國共產黨的邏輯裡面 他不算什麼 他不認為這有什麼問題 他認為說 就像香港一樣 你看 國安法一時是三天就把它搞定了 你看了沒有 啪哩啪啦啦 通通都下去了 那他們的邏輯是 只要我槍桿子在手上 我敢於鬥爭 勇於鬥爭 那我6%的人 我就可以控制整個社會 所以他事實上只要留下6% 停統一了 就夠了 其他90%幾 你都站在我對立面 沒有問題 我還是可以把你給消滅掉 好 我們稍後回來 哈嘍 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官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